SHE 华语乐坛的传奇,迁省年代的风云人物,他们曾经用天籁般的和声征服了无数听众,用20年依旧争执不变的友情感动了无数粉丝,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华语第一女子天团。 然而,时光荏苒,乐坛变迁,2010年3月30日,SHE宣布各自单飞,随后不久,三位成员相继与劳动家解约,SHE正式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今年,随着成风2023的播出,观众们再次看到了组合成员Ella,程佳化。 那个曾经活泼可爱的假小子,如今留起了长发,多了一份成熟与温柔,十年如一日的纯真善良,在她身上保复从未变过。 初到23年,从崭露头角到万人空巷,再到组合解散后归于平静,程佳化都经历了什么? 今天,时宜就来聊一聊,曾经最不像女生的浪姐,程佳化。 1981年6月18日,程佳化出生在台湾屏东乡下的一个务农家庭,家中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一家六口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妈妈为了生计养了400头猪,程佳化会在课余时间帮忙喂猪,还学会了给母猪接生。 2000年,千禧年伴随着21世纪的开端拉开序幕,在那个网络上不发达的年代,各类电视节目野蛮生长。 彼时的选秀还没有打榜和假数据的毒害,从各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歌手、演员都是一等一的实力派。 为了发掘更多潜力股,台湾娱乐公司策划了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赛。 19岁的程佳化为了一万块台币奖金,报名参加了此次比赛,她想给家里添张新沙发。 作为唯一一个留短发的女生,程佳化长着一张可爱美少年的脸庞。 在杀进决赛后,主持人问在场的五个女孩,有没有欣欣选中,所有女孩都怯生生害羞着不敢说话,只有陈佳化举起手,我觉得我可以。 那天,她穿着找二姐借来的裙子,找同学借来的项链,站在台上看起来有些违和感,尽管她用心准备,可还是被三灯全灭,遗憾淘汰。 主持人问,你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程佳化依然自信地说,非常OK。 比赛结束,因紧张旺慈的田富珍被淘汰,长相甜美的乖乖女任嘉宣拿到了冠军,获得签约资格。 来不及气来的程佳化回到家,却接到了华颜音乐公司的电话,问她,你们能不能一起来录首歌? 彼时,华语乐坛还没有捧红女生团体的心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华颜音乐将三位女生凑到了一起,创建女团。 公司给三个人安排了各自的定位, Selina任嘉宣代表温柔, Hebe田富珍代表自信, Ella成佳化代表勇气。 三个女孩憧憬着属于自己的未来,世世代发。 2001年,华语乐坛大换血, 上世纪的唱销型歌手王菲、张学友的发展已成颓势, 周杰伦、陶哲、蔡英灵等新一代歌手不断转变曲风, 唱着摇滚、舞曲,掀起了华语乐坛的新风暴。 借着这股东风, SHE被华颜寄予厚望。 2001年9月11日, SHE发布了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 没想到赶上了911事件, 媒体争相报道恐怖袭击的新闻, 几乎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 根本没人关注这个女团的诞生。 媒体唱衰他们,SHE活不过三张专辑。 老板也失去了信心, 对发行总监说, 尽量把这张专辑做到三万。 令人意外的是, 一个月后, 在《女生宿舍台北签唱会》上, 前来的粉丝将现场指的水泄不通。 此时的人们才反映过来, 《女生宿舍》创下了全亚75万张的惊人销量, 主打歌《恋人未满》入围了金曲奖。 受到鼓舞的他们, 在2002年一口气推出了两张专辑, 青春诸事会社和美丽星世界, 销量均突破25万, 挤进了2002年台湾专辑销量排行榜前十, 还在同样大火的新人歌手孙燕姿的前面。 市面上出现了数不清的盗版磁带, 封面造型中, 三人凌乱的碎发造型, 引起了无数女生争相模仿, SHE迅速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2003年,SHE和动力火车一起在新加坡举办了演唱会, 将国内的狂热带到了国外, 此时的他们红通了半边天, 但与此同时, 波折也在不断涌现。 2003年, 《美丽新世界》获得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 可领奖台上, 观众们却只见Selina、Hebe两人的身影, 却唯独不见Ella。 四天前, 三人一起参加华视节目《快乐星期天》的录制, 其中有一个挑战项目, 是从三楼跳到一楼的气垫上。 Selina和Hebe犹豫了很久, 也没敢跳下去, Ella为了鼓励他们, 给他们做了示范。 没想到, 跳下去的瞬间, 太过紧张的Ella, 忘记了事前教学过的防护动作, 导致身体垂直落地, 第一腰椎爆裂性骨折。 医生诊断后, 给出了答复, 治疗和后续静养可能需要躺三个月, 而事实上, Ella这一躺就躺了半年。 当年的综艺节目尺度相当之大, 为了节目收视率, 上山下海等现在看来十分危险的项目层出不穷。 而在团队中, Ella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无论是潜水, 高空, 走钢丝, 还是爬山。 但这一次, Ella所代表的勇气, 好像护了头。 远在屏东的二姐放弃工作, 赶来台北照顾Ella。 Ella担心自己前途, 压力很大, 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 妈妈此时对她说, 女儿, 如果太辛苦, 可以回来养猪, 叫上Selina和Hebe一起。 半年来, Ella始终无法出席团队活动, 外界关于SHE解散的传闻愈演愈烈, 但很快, 留言便被终止了。 Ella出现在了新专辑Superstar中, 由周杰伦作曲的专辑Superstar, 一经发售便风靡亚洲, 拿下七个大奖, 歌曲的传唱度之高, 前所未有。 那一年, 他们拿下九个代言, 粉丝为SHE成立了78个网站, 台湾乐坛正式形成了周杰伦、 蔡依林与SHE, 一王一后一天团的局面。 新专辑的爆火带来了鲜花与掌声, 但关于Ella铺天盖地的留言, 也随之而来。 由于她一直以来的假小子形象深入原心, 不良媒体与八卦上传她是同性恋, 甚至写她是变性人。 更糟糕的是, 2005年, 在拍摄电视剧《真命天女》时, 在一场庆生戏的现场, 因瓦斯外泄, Ella的耳朵不顺被主演烧伤, 好在她及时伸手无脸, 才没把脸烧坏。 好在Ella很快便调整了过来, 年底, Ella凭借《真命天女》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一年后, 由她和吴尊汪东成共同主演的校园偶像剧《花样少男少女》大宝, 入围台湾第42届金钟奖年度电视节目行销奖。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这一年, SHE推出新专辑《Forever》, 尽管已经是台湾销量最高的专辑, 但比起巅峰时期的Superstar, 不想长大, Uncle, 100万的销售数据还是略显惨淡。 为了保持热度, 公司在2008年为他们开了电台节目《我的电台FM-SHE》, 结果反响频频。 不久后, 业内传出了Hibi正在酝酿丹菲的新闻, 到了2010年专辑《Sheryl》发布会上, 三人正式宣布丹菲不解散。 与此同时, Ella受到导演陈玉鲜的青睐, 清典演出《必杀记》女主角。 Zelina向主持界发展, 与中士的《我猜》签了一期合约。 Hibi则在专辑发布的当月月底, 执行了音乐生日会, 为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预热。 2018年, 随着组合中的三人相继于老东家华言解约, SHE正式成为了过去式, 无论是组合的称号, 还是歌曲版权全归华言所有。 也就是说, SHE再次团聚的演唱会情景, 成为了粉丝们心中遥远的梦想。 之后的Ella陈佳化, 选择往影视圈发展, Kibi前夫珍成了文青女神, Selina任佳轩继续留在主持领域发光发热。 组合的解散并没有影响到三人的姐妹情谊。 2010年, Selina在拍摄时意外烧伤, 在医院躺了40多天, 每天忍着剧痛做复健, 情绪十分负面。 在此期间, Ella只要有空就会去看她, 鼓励好友从悲痛的意外中走出来。 Selina受伤前在台北买了一套房子, 还在赴案街, 演艺事业的停滞, 一度让Selina自暴自弃。 Ella则对她说, 就算有一天, 你没有办法再回演艺圈, 你的房贷姐妹帮你还。 2012年1月20日, Ella主演的大萤幕处女作《新天生一对》, 上映不到四天, 票房超过了一千万新台币, 广受好评。 她在片中饰演个性乐观活泼, 乐于助人的马妞。 这一年, 戏外的Ella也如电影中的角色一样, 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赖思祥。 2012年1月26日, Ella在社交平台公布婚讯, 曝光了和男友甜蜜牵手的照片。 三个月后, Ella与丈夫赖思祥在台湾屏东家乡订婚, 宴开65席。 5月5日, 两人在台北正式举行婚礼。 一头短发的假小子, 婚后续起了长发, 穿上了高跟鞋和裙子, 但在她身上的坚强与勇敢, 却丝毫没有退去半分。 2020年11月, 她公布了自己在2017年生下净宝时录制的VCR。 生产当天, 整个房间占满了人, 除了其他姑八大姨和丈夫赖思祥之外, 好友Hibi Selina也前来为她加油打气。 Ella本意是想用最原始的方式顺产, 不介入外力, 不想被剃毛, 不想要灌肠, 不想剪慧音, 不想要梧桶, 就想用最原始的方式生孩子。 但她的产生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一开始, Ella躺在浴缸里进行水中分娩, 既有水的温度舒缓阵痛, 可没想到盆骨不够开, 产道也没有打开。 尽管已经见红破了羊水, 可宝宝就是生不出来。 这时了Ella已经疼到寒出声, 眉头也皱成了一团。 担心宝宝会有窒息的危险, Ella只能转移到产床上继续生产。 Hibi和Selina则是唱起了三人曾经合唱的 《美丽新世界》为她加油鼓劲。 为了不进行泼妇产, 医生只能用吸盘吸住婴儿的头, 由好几个护士压住肚子, 尝试把宝宝拉出来。 每次用力都会听到崩的一声, 随后带出一片片鲜血。 然而, 来来回回十几次尝试, 全部宣告失败。 每一次配合使劲, Ella都会疼到嘶吼, 让在场的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终于, 熬过了漫长的宫缩, 艰难的生产, 伴随着哇哇的啼哭声, 宝宝终于顺利降生, 所有人喜结而泣。 此时的Ella, 肚皮上皆是黑青色的血块, 产道也早已严重撕裂。 听着儿子的哭声, 夫妻俩一起为宝宝剪断了期待, Ella躺在丈夫赖思祥的怀里流下了眼泪, 她说, 我真的差一点就要放弃了。 影片被公布后, 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有人觉得Ella直播生子的行为是在作秀, 但随着影片的深入, Ella把产房里那些一般人不曾切身感受的惊险, 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用亲身经历告诉了所有人, 什么是母性光辉, 让更多人看到了女性的伟大。 也正因如此, 即便是后来, 丈夫赖思祥将她的保姆车公车私用, 甚至私自给Ella做决定说, 她不需要试戏, 耍大牌被网友们口出笔罚时, Ella的风评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Ella十年如一日, 勇敢善良的行迹, 早已可以让她无视一切劫难与诋毁。 在娱乐圈等级森严的丛林中, 始终保持真实, 与人为善不可多得, 而陈佳化完美地做到了。 从出道开始反传统, 外界的规训与恶意, 从来没有改变过她的人生轨迹。 她始终坚定地传递着, 独属于她的善良与真诚, 仿佛无时无刻都在告诉每一位女生, 勇敢起来做自己。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是十一, 喜欢本期影片烦请按赞订阅, 如果还想听我讲其他人物,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每一次回应,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